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美国一贯打着所谓民主 人权 反腐等旗号 拉帮结派 打压异己 动辄滥尸单边制裁 企图干涉 操控 拉美国家内政 这严重侵犯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美方的有关举动不得人心 其实质仍是搞门罗主义那一套 把自己凌驾于他国之上 搞强权政治和霸凌霸权 包括威迪玛拉在内的拉美国家对此清清楚楚 我想强调的是拉美不是美国的前院或者是后院 美洲峰会不是美国峰会 中方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 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增进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 不应带有选择性 排他性 中方乐见美洲国家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不干涉那种基础上 发展彼此关系 希望本届峰会切实聚焦地区共同议程 加强团结合作 增进人民扶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有关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